我們看到就是有關於九二共識的部分 那麼為什麼講到這個呢 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大通過修改香港選舉制度 然後馬英九他就又講話了 他說一國兩制已死 但是九二共識沒死亡 引發了外界的爭議 然後江啟臣他受訪的時候就連續說了三次 九二共識不是一國兩制 這是國民黨現在最重要的兩岸政策的原則 所以智晟你怎麼看 為什麼你剛剛又提到這個 其實在這個事情上面 本來還想稱讚馬英九 因為他第一天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說愛國者治港之後香港一國兩制已死 沒想到第二天一早他立刻加碼一句 一國兩制死了 但是九二共識沒死 然後接下來你就看到一系列的 拿著國民黨的高層 包括江啟臣連說三次 說九二共識不是一國兩制 等於是聽到九二共識這件事情之後 國民黨好像整個又變得掉一個情況 本來還覺得說不錯你在聲援香港 結果聽到九二共識這四個關鍵字之後 好像就把那個神主牌抬出來 而且神主牌的神是誰 看起來好像是北京 好像是習大大 一聽到九二共識立刻轉向 可是後面我覺得有很多原因 馬英九一直始終認為 九二共識是他在八年總統上最大的貢獻 殊不知就因為九二共識而導致這個中國到現在為止 透過2019年的習五點把這個九二共識等於國家統一 等於一國兩制三個等於畫上等號了 這個已經是大家眾所知皆知的事實 可是馬英九毫不死心 我覺得他的那個鋪陳 就是他還停留在他歷史的那種沉醉當中 這是馬英九 可是我們比較好奇的是 江啟臣你不是去年九月初 才說要檢討這個國民黨兩岸政策的路線嗎 對 他是說要把它視為是歷史的描述 對 結果現在又Q回來了 變成九二共識不是一國兩制 是國民黨現在最重要的原則 而且不要忘了 江啟臣你不要忘了 你被當時被選為什麼時代的百大 這個年輕時代領袖等等 中間的過程不談 他的公開講的原因是說 你帶領國民黨走出新的兩岸政策路線 你怎麼又走回去 根本就不是新的路線 對 你看到那個國民黨的神主牌 以及這個神主牌後面的神又低頭了 那結果就有一種 媒體有一種說法的論述在講說 原來有一個原因是什麼 原來原因是因為連戰 對於江啟臣在這一段時間當中 改變國民黨過去九二共識的路線 改變國民黨親中的路線 甚至後來還講出國民國是威脅 這樣的說法非常非常的憤怒 而要求連勝文出來選黨主席 來對抗江啟臣 不管是哪一種 你可以看到說 九二共識似乎已經變成國民黨人 無論誰你都不可以去挑戰的一個界線 可是不要忘了那句話 九二共識從西五點開始 很清楚的你從那個論述看到 九二共識等於國家統一 而國家統一之後很清楚等於要實施 所謂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這三個東西是畫上等號的 國民黨你趕快清醒吧 好來 委員你怎麼看呢 這個問題喔 你看從政治上大家討論了這麼多年 馬英九這樣突然又拋出來 其實跟剛剛我們所提到在談這個整個合適 還不是一模一樣嗎 為什麼馬英九先生都已經卸了那麼久 隨便一句話就有辦法把中國國民黨給框住了 習近平談這一些其實那話很清楚 中國共產黨講的九二共識也很清楚 他說一國兩制就是說 好 你就先給我回來再說 這只是一個方法而已 當年的香港還不是一樣 香港當年在回歸的時候 不是跟你說好了 回來了 香港跟中國是一國兩制 馬照跑 舞在跳 好了 時間到了沒有 沒有了 香港整個民主被沒收掉了 現在中國國民黨如果還願意去 附和這個九二共識的話 會非常慘 為什麼 習近平在想什麼 中國共產黨在想什麼 中國國民黨會不知道嗎 中國國民黨會不知道說 這個九二共識 只是大家騙來騙去 說你不要兩岸之間給我搞得那麼緊張 大家在一起來做生意就好了 可是眼前擺在 事實擺給我們看的就是說 中國它是連一國兩制 香港當年的一國兩制 他都不認帳了 什麼他會認你說 可以讓你一中各表 隨便你去表 所以這個政黨如果 老百姓不清醒也就算了 所以一個政黨到現在還如此的 一個都不清醒 本來江啟成 他剛當上黨主席的時候 其實他也是意氣風暴 他本來要走他自己的路 他當初怎麼講 前陣他怎麼講的 整個九二共識 對中國國民黨來講的話 他對這個年輕主席講說 那個已經是一個歷史文件 江啟成是這樣講的 現在碰到壓力以後 他又跟你講九二共識 哪來的共識 連中國國民黨裡面時間的差 你去年的江啟成跟今年的江啟成 你們兩個同一個江啟成就沒有共識了 但是跟外界如何來有所共識呢 所以我反而會覺得說 這個時間點在談這個 在談九二共識 馬英九講這個最好玩 一國兩制已經死了 九二共識沒死 沒死意思說會死 共識的國民黨共識的都在中國 如果國民黨是要抱著九二共識 給你拍拍手必死 好來 柏伊要不要回應一下 馬英九說這個九二共識沒死 然後你們主席受訪的時候 連續說三次 說三次表示很重要 說九二共識不是一國兩制 你要不要講一下 這到底什麼意思 因為剛剛委員說 是不是一個不清醒的政黨 我要講就是 九二共識不是一國兩制 再講一次 再講一次 其實講三次 我覺得這樣子 國民黨現在處於一種兩難的狀況 如果你真的這麼堅持九二共識的話 這是你一樣不會一講 我想他還要想講什麼 沒有我跟你講說 九二共識的確是馬總統那個時代 他推廣了認為兩岸經濟和平 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狀況 也保持到很多年以來 但的確是九二共識現在而言 對我們而言 九二共識是一中各表 可是現在年輕人 包括中間選民 對於九二共識的定義是什麼 我認為他們已經不曉得 他們已經認為 也許就像他們講的 可能認為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 可是一國兩制的確照我們主席講的 已死 而且一國兩制絕對不可能發生 所以當然就我的角色立場而言 我的確認為 九二共識的精神主軸 是希望兩岸能夠和平 穩定繁榮 但是在演進的過程當中 是否需要與時俱進 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理念跟講法說出來 可以有些進展 包括民黨以前也是一樣 台中黨綱 到後來的台灣前途決議文 的確有在與時俱進 我覺得共黨在這方面 也可以多做思考 最好 還是增加 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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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